好 我們再回來看台股 請大事報我們來看一下台股 台北股市 我們來看一下指數的表現 台北股市在今年突破了萬一了 所以報紙說 持續的寫下驚奇 我們看到媒體在今年談到 台北股市持續寫下驚奇 創下新高 刷新了五大紀錄 這裡頭包括外資加持 台積電領軍 收在11 111基電新高 以及我們的殖利率4.32% 亞洲第一 台股的話 昨天穿今年的新高 靠的是台積電 對 台積電因為 外資都認為它會漲到300塊 台積電明天法收費 所以報紙也還問我說 穿新高完以後怎麼看 我當然不能說用眼睛看 所以我給它算一下 就是說用一個所謂巴菲特比例 巴菲特比例 因為一般來講巴菲特比例 它的公式是用總市值 除以我們的GDP 國民經濟成長 總市值除以 股市總市值去除以我們的GDP GDP 目前算出來大概是在170幾 我們這個比例 那怎麼算是這11950 170幾 因為我們現在的GDP 總市值 GDP大概是18.1兆 如果你以前的紀錄 大概乘以兩倍 兩倍的話大概37兆左右 你用總市值 我們大概今天的話是33兆 用總市值去除以GDP 換算的點數大概是11950 這是我們去換算的巴菲特比例 因為我們大概在早期的話 有好多地方 像民國79年 或是我們的幾個高點 大概都是巴菲特比例會到兩倍 所以來講的話 我那時候就用換算的話 大概就是11950 算出11950 好 我們也搞不清楚怎麼算 反正就算出11950 對 那帶頭的話是台積電 明天台積電話說會 我們在這邊也有講過 就是說它今天盤中到298 縮盤296.5 外資不是說台積電的目標價 會到364嗎 364 我們也講過說台股 我們有發現一個叫十倍數 就是說像統一 統一超商 或是我們上次講的宏海 宏海最低是從37塊半 漲到375 台積電大家看一下 我們97年11月21號 最低價多少 36.4 所以乘以10倍就364 所以我在我的臉書 還開玩笑說 外資有偷看你的臉書 對 你是不是懂得計時分析 因為你也不用365 360 他用364 10倍數 10倍數 這個我大概已經找到很多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外資持股的個股 他大概從低檔到一個波段高檔的話 大概有10倍數 這是台積電 目前來講 大概是台積電是我們整個大盤的觀察 我們今天跟大家推薦的兩大類 就是一個瘋磚測試跟PCB 瘋磚測試裡面 在我們經常講的成交量前5名裡面 有一支股票就是日夜觀 2311的日夜觀 他在民國86年 87年的話 他占整個成交量前5名 大概賺了第 這邊裡面第三名 有沒有 2.89 2.3 大師我先打個叉 我要提醒一下我們的關榮朋友 小元大師很厲害對不對 非常厲害 我們都一直在觀察 最近的台積電不斷創新高 大概大致一兩個月前就已經建議 一兩個月前就建議 還有南港 對 還有台肥 還有國產實業 國產實業 都是在我們節目提醒關榮朋友之後 一路往上狂飆 所以我是怕關榮朋友渡孤 提醒他們說賺錢真的 這是賺錢的機會 比較認真看 而且台積電的話 我自己目前還持有 你還抱著 還要抱著 我上次不是叫你說買台積電 我沒有買 如果你沒有買台積電 你別人在箱口上塞 我們今天推薦 那個封磚測試跟PCB 然後封磚測試裡面 最有名的一支股票就是日夜觀 因為它大概占我們的 民國86年 民國87年 成交量前5名的第三名 所以早期我們大概都是買 細品跟日夜觀 可是在民國87年晚以後 細品併到日夜觀 所以來講的話 它從兩年前併完以後 大概在這邊盤整了一年多左右 所以股價失同 所以最近大概都在盤整 如果說我們看現行的話 它在84.6 如果有突破的話 就會有補漲行徑 因為大盤已經快要萬一了 這支股票目標 所以它現在在這個位置對不對 我們鏡頭照近一點 它現在在這個附近已經整理一段時間了 昨天是76.8萬 所以大師認為有機會往上突破 對 要過84.6 因為大盤我們已經知道 已經要穿破斷高點 另外我們推薦這一支 下一支 臺灣店 你看它的獲利算還不錯 EPS的話5.48 7年配3.8 配3.8 而且它的獲利5塊多 EPS5塊多算不錯 就是這裡面的一個 它再要算短波段的一個高點 下一支我們看一下 這一支是短線已經漲3倍 而且這一支股票的話 大概在幾個月前我們買過 買過完以後很可惜 就是說拉上來以後被它洗掉 因為本來以前 這個聯電集團的這公司 我們大概都是做短波 想不到它這一波洗掉 另外我們在這邊講PCB 這三支股票 華通 還有新興跟藥華 他們的高點都在9月份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像說 有些股票的話你要注意 就是說我們大盤再賺 你現在已經來到10月了嗎 對...所以來講話 如果你還沒有再過 那個9月的高點 有些股票是會輪流的 就短波段的 就它同族群 如果很多已經在9月見高 但它比較落後的 就有機會跟著漲 對 你就要稍微看一下 它會不會再給你 抹消我 等到兩顆 都下到10月 至少 的 động 是 其二 二 20 雲 雲